就在刚刚德华致电韩寒开启军团杯的圈钱计划 由于明天德华和韩寒都会出差 去参加军团杯选人大会 到时候诸多主播线下聚餐 德华一开播肯定又能狠狠收割礼物 所以这一次德华和韩寒密谋 让其他主播掏钱 然后五五分账 但在计划开始前 德华还是要韩寒给自己上供的 你不是退晚吗 怎么又回来了 怎么了 赚钱啊 赚干嘛的钱 咱们能不能应该有幸一点 说退就退 大哥我本人是想退晚的 然后但是他要求我一定要去那个上海 不然我也不想去上海 想出去旅游的 然后结果变得暗回来了 压力我把我压力回来了 无所谓上海你不去也行 反正 我上海消失期间的知道吗 但是那个选人大会不去不行 没所谓的 你选人大会你就 今天我手就 今天我手就 刷点 我也我也刚好想跟你说 明天咱们就要见面了 现在我心情不好 过来给我上供一点 快点 上个毛啊 你不上明天就干你 明天就干你 我们几个人你干得过 那又怎么样 哇 那你干你一个我真是你 行行 你很硬 行 你明天几点到了 呃早上 好 你要见我号吗 我见 10低分了 谁要 2100 我2200 2200也不要 没有2300都是低分 不要 行啦行啦 明天真是你不要再笑了 行啦你快点过来刷个小刷一点 小刷一点 哎呀都自爱亲朋了 说这些我今天心情真不好 心情 不顺 咱你明天明天开户 我又要全我的 等我坐在那里 跟你吃饭 我跟你说明天咱俩坑别人 绝对不可能 明天咱俩一起坑别人 55分赞 坑别人55分 55分 我说好的55分就是55分 你放心 绝对说到做到55分 这么多人见证 明天我们一起去坑他们 好好好 对对对 刷点 所以你现在可以我先刷点 明天我带你赚钱 好好好 okok 看完之后 就来刷 okok来来来 刷一刷就这样